吃饭的时候呢 当人人多的时候呢 呼朋饮半 不过现代人要求快速方便 同时单身人口越来越多了 一个人吃饭 怎么样可以吃得自在呢 很多餐厅现在增加了 吧台区 那么让一个人 也可以吃得很这个舒服 这种贴心的设计 也让业绩多这个上涨了一倍 现代人习惯一个人 吃饭的越来越多 快速方便 但似乎孤单了点 拉面业者为了吸引单身族群 特别把店面增加吧台区 一个人吃也很自在 做吧台我觉得 就不会让我有那种 感受到人家一样眼光的感受 然后又可以看到 食谱啊在表演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就是要让顾客 一个人也感觉很轻松 其实这吧台设计 可是其来有志 日本拉面店 偷偿都会设吧台 就是避免像单身女子 自己设的时候会尴尬 而这样的风气 也带到台湾来 吧台的设计有时候 例如说你一个人来吃的时候 我们在位置的调配上 也比较能够灵活运用 那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方便的 到底这单身商机有多大 把店名一半座位都变成吧台 业者预估业绩成长一倍 而另一家刷刷过业者 店内八成都是吧台 难怪特别受单身族群欢迎 一个月来店频率多达三四次 比两人以上的长客频率 可是多了两到三倍 谁说单身客人比较麻烦 好好照顾 可是源源不绝的商机 昨天新闻 曾建讯路易台北场报道